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即时去医院进行检查 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糖尿病患者会变得消瘦吗? 消瘦是糖尿疾病患者的典型症状之一 尽管糖尿病患者食欲正常 甚至有可能比平常人吃得更多 但是由于体内缺乏胰岛素 不能够及时利用所食用的糖类食物 因此不能产生能量 最终导致脂肪和蛋白质的加速分解 促使患者变得消瘦 如果患者出现体重持续下降的情况 可能是体内代谢功能出现紊乱 需及时去医院进行治疗 有哪些原因导致糖尿病患者变消瘦? 1.血糖过高 糖尿病患者体内由于血糖过高 也是会引起消瘦的症状 因为过多的糖类长时间的停留在体内 有利尿的作用 长时间尿出含糖量过高的尿液 无论是营养再丰富的食物 都会随着尿液大量的流出 导致患者消瘦 因此 要想抑制持续消瘦 先克制体内的血糖 而不正常的消耗体内的能量 糖尿病患者由于体内含糖量过高 导致大量的糖类随着尿液流出体外 体内各个机体运作所需要的能量 不能从糖类中直接获取 最终导致大量的脂肪和蛋白质被分解 以至于人体过于消瘦 3.体内缺乏胰岛素 体内缺乏胰岛素也是会导致糖尿病患者出现消瘦的症状的 因为胰岛素主要的作用 是帮助人体存储摄入的糖类物质 如果缺乏胰岛素 会导致葡萄糖大量的停留在血液当中 血糖过高 就会导致大量的糖分随尿液排到体外 加速体内脂肪的分解 导致患者出现消瘦的症状 4.缺乏胃口 糖尿病患者由于身患疾病 平日力过多的服用药物 导致缺乏胃口 无论是什么有营养的食物都不想吃 最终导致体内功能不足 导致患者消瘦 5.其他疾病所致 糖尿病患者如果在患病期间还患有其他疾病 比如说肿瘤 也是会导致患者出现消瘦的情况的 因此 为了避免耽误病情的最佳治疗时间 应该定期去医院进行检查 一旦发现有疾病常识的苗头 可以通过服用相应的药物来抑制 以上是一些导致糖尿病患者出现消瘦的原因 由于糖尿病被终生疾病 一旦患病 如果不及时治疗 就会导致病情的 对于糖尿疾病所出现的症状 也要引起重视 要找到导致症状的原因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导致症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